这个女人由于肥胖,在抱起侄子的时候不小心摔倒,把侄子压死了。 但后来她却被怕无罪。 你听说过体重一千斤还要去增肥的人吗? 这个女人就是这样的人。 你减过肥吗? 见过有人减掉一千斤体重的吗? 今天让我们来看那些最胖的人疯狂减肥的去世。 第十位,梅拉罗萨莱斯 这个胖子的故事是一个奇怪而悲惨的故事。 体重达940斤的她承认,在试图抱起她的小侄子时摔倒了。 然后不小心把侄子压死了,她承担了全部责任。 但她很快就发现,她的侄子并不是因为被她压而死的。 她的侄子实际上是受到了很多头部创伤和严重的殴打,而这些殴打则来自她的妹妹。 为了保护妹妹,梅拉编造了一个故事。 人们不知道妹妹才是杀害自己孩子的真正凶手。 从阴影走出来后,她通过饮食和手术减肥,最后成功甩掉725斤的体重。 而她的妹妹则被判入狱,最后梅拉获得了妹妹孩子的监护权。 第九位,罗尼布鲁尔 罗尼布鲁尔曾经体重达到惊人的306公斤。 她不爱运动,还特别爱智。 医生告诉她,以她目前的生活方式,她活过35岁生日的几率几乎为零。 所以,她决定改过自新。 她说,泰勒斯威夫特的歌曲给了她动力。 罗尼决定开始定期去健身房锻炼。 经过两年多的艰苦锻炼和结实,她的效果非常明显。 在进行了长达15个小时去除多余的皮肤的手术后, 布鲁尔成功地甩掉了180公斤肥肉。 从那时起,她一直保持着健康的体重,并与女友过着幸福的生活。 第八位,迈克·赫布隆克。 迈克以为心理疾病而导致严重的肥胖, 甚至一度被誉为是世界上最胖的人。 所以,迈克决定尝试减肥。 他联系了健身大师理查德。 理查德表示非常愿意帮助她。 经过减肥,她从原来的822斤超重体重疯狂甩掉640斤。 她开始在美国巡回演讲,传授节食和运动的方法, 甚至还登上了电视节目。 然而,七年后,她的体重开始反弹, 从181斤又回升到898斤。 后来,迈克选择躺平,体重最终也是达到998斤。 由于她的肥胖症,她在2013年7月25日离开了人间。 大卫有一个让人绝望的绰号叫590斤处男。 大卫肥胖了大半辈子,并患有抑郁症和焦虑等情绪问题。 这加速了病情的恶患,以及肥胖的加剧。 所以,她决定努力减肥,重视信心。 她请来了一位名叫克里斯的私人教练。 在教练的帮助下,她开始迈出了第一步。 她开始疯狂锻炼,不久,她就减掉了362斤的体重。 但由于她的情绪问题,她又开始暴饮暴食, 结果体重又开始飙升了起来。 她说,她只是外表看起来很好, 但是内心却非常自卑, 所以只能从食物中寻找自信。 到目前为止,她仍在努力进行心理的斗争, 然后还开始减肥。 为她加油吧。 第六位,保罗·梅森 出生在英国的保罗有一个悲惨的绰号叫 英国最胖的人。 她二十多岁时开始对食物上瘾, 而上瘾的主要原因是抑郁症 以及为了缓解受虐带的创伤。 短短几年里, 她的体重达到疯狂的888斤。 由于担心自己的健康, 她申请了胃绕道手术并获得批准, 她减掉了590斤。 可悲的是,她又重新反弹了回来。 她始终无法摆脱对食物的依赖, 重新抱饮抱食。 截至目前, 她的体重达到了453斤。 第五位, 唐纳·辛普森 辛普森是一个美国人, 她有一个相当奇怪的故事, 也为她想增肥。 2008年, 她想成为世界上最重的女人之一, 她甚至建立了一个网站, 粉丝们可以看到她的变化。 她说她的最理想的体重是907斤。 2008年, 她的实际体重约为570斤。 2010年, 她的体重降至约546斤。 虽然她没有像以前那样重, 但她仍然保持着一个不怎么健康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2010年, 她生下了一个女婴, 取名为杰奎林, 而她就是世界上最重的孕妇, 甚至需要一个30人的医生团队进行偷付产。 后来, 她还生了一个儿子, 从那以后, 她决定减肥以更好的抚养孩子。 她减掉了272斤的体重, 这让她感到越来越轻松。 第四位, 罗伯特·休斯 来自美国密苏里州的罗伯特 是世界上最胖的人之一。 在很小的时候, 她的体重就非常惊人了。 在六岁时重达158斤, 十岁时重达344斤。 在她成年后, 达到了944斤的高体重。 她靠在博览会和嘉年华会上 出售自己的照片而赚取金钱。 虽然她的体重接近一吨, 但她并没有卧床不起。 在她31岁之前, 她可以使用拐杖辅助, 正常行走。 罗伯特的体重增加主要原因 并不是食物, 而是由于甲状腺的疾病导致的。 32岁时, 罗伯特因患麻疹和尿毒症, 无法得到适当治疗, 而最终去世。 据说, 她的棺材有钢琴那么大。 第三位, 罗萨利·布拉德夫的。 罗萨利是一位美国人, 他曾一度保持着 世界最重的人的世界纪录。 他的体重增加 是于他儿子出生后, 他经常待在家里做饭, 而缺少运动。 他的体重 还是不受控制的飙升, 最终达到惊人的1088斤, 并且由于血液感染, 他有几年时间无法行动, 被送进了医院。 他几乎绝望了, 几次试图自杀, 但都没有成功。 一个关心他的朋友 最终联系了 著名的健身大师李查德, 他激励他重新开始锻炼, 为他制定了健康的锻炼和饮食计划。 经过严格控制, 他减掉了惊人的380斤, 并继一步下降到453斤。 他坚持不懈地结识和增加他的锻炼计划, 最终, 他的体重来到了257斤。 罗萨利实际上保持着两项记录, 一项是最重的女人, 另一项是减重最多的女性的记录。 不幸的是, 他在2006年去世了。 他也是因为心理疾病导致的肥胖, 他被限制在床上, 一动不能动, 因为他的体重高达1179斤。 他这样的体重是因为大量的食物, 比如披萨和玉米饼等等造成的。 他的母亲负责照顾他的衣食主行, 马纽埃尔决定改过自新, 于是他在网上发布寻求帮助的公告。 不久, 墨西哥政府表示愿意帮助他, 政府找来营养师和医生来帮助他。 营养师调控了他的饮食, 选择更健康的食物。 不久, 他的体重就来到了462斤。 但不幸的是, 马努埃尔也为肝衰竭, 于2014年去世, 享年48岁。 第一位, 胡安佩德罗, 这是被官方称为世界上最肥胖的人。 胡安的体重曾一度达到惊人的1190斤。 如果不够形象, 你可以想象这大约是一只雄性北极雄的重量。 当然, 这是在2016年的事情了。 从那时起, 他就开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转变, 因为他遇到了安东尼医生。 在医生的指导下, 佩德罗开始接受蔬菜和水果的菜股。 在饮食的基础上, 他还接受了胃绕道等等一系列手术, 这使得他的体重下降到416斤, 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减肥过程。 目前, 他仍在继续专注于他的饮食和运动。 佩德罗也因此一度登上热搜, 后来他又感染了新冠病毒, 好在他目前已经康复, 继续着他的减肥道路。 你肥胖吗? 看完还有动力减肥吗? 有没有被这些人吓到? 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看法。 我是所长,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